是以安美影的黎老师 我想问问您 就是为什么当初 已经把我定下来了 已经官宣了 还要把我换掉的原因是什么 王子薇 赵琴 黄灵 赵玉欢 走吧 有请无限四小花蛋 请你 老师好 请进去 请坐 请坐 你们认为自己应该是在哪个梯队 我觉得人还是要自信 所以我给自己的是第一 因为我想上着第一剧这个努力 好的 我没有概念 我是个歌手 但是我有些拍戏的经验 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是个演员 子薇呢 因为我太久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了可能 所以我觉得对于市场定级来说 我给自己的定级可能会在三之后 我是觉得因为我很新 我有很多作品 可能有幸拍到 但还没有和大家见过面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 在排队准备进入到第三梯队的一个状态 咱们看一下这个 大屏幕 其他 其他 为什么会有其他 我见到好惨啊 我被评为其他 我觉得我又在其他 我震惊了 就是 就那两个字 我就确认了好久 我都像不认识了一样 我其实在尽量绷着我的情绪 我不是一个喜欢当别人面流泪的人 我看着他们三个人 我就觉得很无助 赵玉欢被评到其他 其实是我们几个制片人 其实讨论最长的一个决定 因为我们要从市场端去评价一个演员 那么他进解的作品确实是成熟度不够高 或者是这个口碑相对会弱一些 这个是我们从市场端对于大家的一个基础判断 对 所以可能会跟你们每个人的想法和判断是有一些差距的 所以其他的意思是我不配做演员吗 我们对你的一些了解和 您对我了解多少 你看过你的作品啊 比如 你那几个作品都比较早期了 青春期 对 笑话架道之鸡皮笑话 那很早期的 所以这个评级是因为我的出生的这个DNA 没有 因为跟出生没关系 就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我们能接触到你的 就更多可能是从国综艺 知道你可能还在 但是就是表演上 包括因为作品上 可能我们看到的比较少 说到这个以前演网大的问题 首先作为一个演员 我的出生是演网大 还是一下演张艺谋导演 或者像尔东升导演的戏 谁不想 我也想 但是我的机会就在那 他就是个网大 我尽我所能都把他演火了 但是这可能跟我的表演没关系 天时地利人和 我不能说我多优秀 那因为这个火了 然后就是因为网大的起点 跟电影的质感不一样 我就该评到其他吗 我觉得再次也不至于其他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 为什么大家这么多年没有看到我 是因为我在我自己 所谓流量最高峰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做了 我觉得我不能再被消费 今天来老板说 我们投钱 然后咱们俩演一个什么什么 那个女人公敌 然后那个我演男一女女 咱们演那个网大 然后就这样 明天他想跟我演一个 我觉得这样不行 我想和专业的人合作 所以我就离开了那个公司 我认可就接从龙套开始 从怎么样开始 我是选择从流量到下面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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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试戏去这样演 但是我觉得我做这个决定 就是因为我想当演员 所以不至于被 因为看不到 然后我就不是专业演员了 那我可以在那个上面 就这样滚着 那就混流量呗 然后也有资源 也有戏 但是我不想这样做 我自己内心不平衡 然后我做这样的决定 难道 当演员 你有什么好难过的 你已经很坚强了 制片人在这 他也不是说了算了 他能不能面对投资方 面对平台吗 你要看碰到谁了 对不对 你以为耳中深今天说 我拍什么戏 我用哪个演员 我就能用啊 现状就是这样 目前这个市场环境上来说 你要进到 我们三个戏里面 可能真的就得从配角开始演 女演员是特别准的 在现在市场环境下 咱们各种各样工作 出身的演员都有 我只是觉得 演员这个行业吧 我不说我不容易 是我们每个人 都在等着被选择 每一个人 所以我今天能接受这个 因为我自己 我是希望自己向阳生长的 但是我如果今天 这个赵玉花 换成别的人的名字 我会觉得很心疼他 我不希望我们被分成怎么样 我们就是真的只是想 默默努力演戏 就这么简单 真的就这么简单 就这个让我也挺意外的 然后也挺伤感的 我觉得市场到底是什么 愿意发微博的 我们就认为他很红 我们愿意写点评论的 我们就觉得 你看他都红 那不都是虚假繁荣吗 就是真正的观众和粉丝 是两回事情 就是我们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每一个部门都在绑架 另外一个部门 就会造成自嗨 中女时代其实慢慢会来 可能就是一个机会 也是希望说通常这个节目 让大家能够多看到你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这些面 黄霖 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是歌手出身 但现在也在演戏 你自己未来对自己的一个方向 是怎么考虑的 肯定是唱歌为主的 很清楚 我看了你那些作品 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性格特点 特别明显的一个人 就是可能会有很多 跟你的自身很相近的角色 你会很适合 下部戏要找黄霖 要演了同样一个像繁华一样的 那个戏垮了之后 大家就说不行了 你就这样吗 如果要垮 那也是我要去面对的 其实我觉得你身上 是有那种喜感的 就是喜剧题材也能够尝试 我可以的 而且你们找我拍次 我可以唱 我可以唱 年底有个戏可以聊一下 对 你看看这么多邀约 是因为它没有框框 不是 现在人家姑娘 刚刚这么努力地做演员 然后把人家放在一个其他 然后现在大家说黄霖 我要找你有offer 我觉得真的有一点 没有 因为他们没把我当演员 不是就是这样 因为你演了繁华吗 不是就这样吗 突然就有人知道你了 只是因为我那个戏火 并不是代表说 我的能力真的是有多怎么样 我觉得最终就是还是 就一定要靠作品说话 就打铁还需自身印 这个是真的 我刚刚看你的资料 你是说想撕掉宅男女神的标签 然后要尝试更多角色 拖广细路 这个没问题 然后塑造有力量感的女性角色 你认为什么是力量感 从健身以来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 极限运动的人 所以我自己基本上 所有的极限运动我就都会 你觉得我有力量感吗 我觉得你有力量感 我是个特别懒的人 从来不健身 但你的力量是内心 我们有肌肉六块腹肌 而产生内心的力量 这没有必然联系 回去以后就私下里 一定真的好好往内看看自己 好 那 紫薇 先提问吧 对 我确实有问题要问 因为刚刚也说了 包括我之前面试的时候也说了 其实演员被换掉 其实是对于大家很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我可能临近的事情就是 今天刚好碰到了 把我换掉的那位老师 严慧颖的李老师 我想问问您 就是为什么当初 已经把我定下来了 已经官宣了 还要把我换掉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想知道这个原因 我好改 关宣了 比如选那个人比你红 然后那个人片抽比你类似 就是你认为是什么呢 紫薇 你自己判断是因为什么 反正我没有认为是我的问题 当时我们进庄的时候 就是重新又聊了一次 就是演员的选曲 有一些人可能没有那么合适 我呢是 对 你呢是因为 当时给你选的那个是个反派 但是其实你的形象 跟徐玉玲的那个年龄感 其实感觉都有一点偏差 没关系 既然我们来了相见了 那就是我也 相见即是缘分 对 然后我觉得没关系 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可能你们没有我 就是我觉得你们亏了 来 酸薇 来 喝一杯 酸薇 我们这个仇减了 对啊 减了啊 好了 减了 喝了 赵晴 那你是怎么看待老板对你这个减肥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是想说 就是关于我体重这个问题 首先是因为的确是去年播那个作品 至少在外形上面 它肯定是差强人意的嘛 那你肯定是希望以一个更好的萤幕形象出现的 这肯定是作为一个演员的要求 然后我们老板呢 其实我也想替他澄清一下 就像我刚才说 我俩有点像减肥搭子 然后大家会沟通 教授这个心得 对 会沟通一下 这个好用 这个不好用 就比如说之前跟着那个热搜一起上的 还有那个糙米糊嘛 我特别想说 我试过了 大家不要试 大家千万不要去喝这个糙米糊 就像你这个脸型 我打击你一下 你减到七十五斤 他也不会瘦 你不会瘦 因为你就是肉脸 如果那个人找你 我不知道谁 就一定要你那个脸不要那么圆 那就找另外那个就好了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这么奇怪 你找你是你在戏眼的 行不行吧 至少组维着好 对 自信一点 真的做回自己真的很好 对 不要很瘦 你回去跟老板说 你这样很好 你说老师们说我这样很好 没事 我跟他 对 我们下半年可能会开三个剧 就是三个不同类型的 然后一个古装摊案 一个仙霞 还有一个就是类型化的现眼 你们仨除了呗 这么这还一堆人呢 光跟他们四个说 他外边有十几个人呢 咱给他 给他撤出来 不是 咱们这组门口 我这边马上要开 《乌杀3》 这个会在泰国拍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喜剧题材 大女主的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 然后也有科幻题材 然后剧的话有古装的 我们还有一个也有科幻剧 就今年我们这块的类型特别多元和丰富 给机会了是吗 这一块的时候所有人的集中精神在看 我期待 我会特别关注你在这个节目里的表现 谢谢 我这边的话可能是 古装戏比较多 今年可能也会做一些这个 有一个悬疑 还有一个片现实的题材 但都不长 可能十几级 我们每年大概七八部戏吧 好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老师们